小战凌晨卡点发文,传递优质三观,短短几个小时,或百万网友点赞,8月1日,我们迎来了又一个重要的日子,那就是建军95周年。 在这95周年之际,不仅央视在第一时间发文致敬最可爱的人,无数人们也是纷纷用发文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的敬意。 在这些表达敬意的人们中,作为公认的本土新一代正能量偶像,肖战也是第一时间特意转发央视的全新动态,并动情地配文道,感谢你们的守护,致敬最可爱的人。 另外,从肖战特意卡点的发文中,其实能真切地感受到,他对于这一天的重视,因为他是零时零分发布的,由此可见,他一直都没有休息,而是守在网络上,等待着这个重要日子的到来,这样就可以做到第一时间,将自己的那份敬意传递出去。 当然,从肖战发布这条动态短短几个小时,就获得网友们一百多万的点赞,也能真切地感受到,肖战此次可谓是又一次将他身上的正面价值观,以及对英雄们的那份无比崇高的敬意传递到了无数人们心中。 而在网友们看到肖战发文后的留言中,同样也是体现了这一点,因为无数人们都纷纷以感谢和致敬这两个词语,来表达出自己的那份崇高敬意。 不得不说,网友们的一致留言,不仅展现出了满满的正面力量,也将肖战一直以来,坚持传递优质三观的巨大价值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优质偶像应该是怎样的?相信人们从肖战身上早已看到了答案,只要稍微了解过肖战的人们都知道,肖战从出道至今可以说,一直致力于传递正面力量。 从每一个重要日子的发文,到平常的言行中,都呈现出了这一点,特别是肖战言行中所体现出的责任与担当,早已是有目共睹的。肖战,举报反馈。 对,对,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